我先跟大家宣佈喔 一百萬 一百萬 一百萬我直接 直接明天馬上會 那你現在的副總統人選有想 當然不要 但是你有想要是什麼樣的人 那我本來說 中南部女性企業界 這是我的理想 但是 但不是說一定要全部啦 就是看看有符合幾個條件 盡量找 那你的條件是 你可以先跟大家觀眾朋友透露一下 我不講過嗎 中南部的 女性 還有 他需要有什麼樣的一個 這三個條件是優先啦 其他 企業家 女性 中南部 是 最理想啦 如果 沒有也沒辦法 反正這條件越多越好 沒有 有兩個也可以這樣 再不行有一個也可以 這樣的這個這麼扯淡的這個司法環境 那您當總統嘛 您的想法是 我跟你講最快的方法找黃國昌來當法務部長就好了 我們不用每一件事情都自己會 所以你已經 你已經確定是在這邊要跟 所有為什麼你要找他當 不啦 我跟他談過 是是是 有一次我去跟他 我說 這樣好啦 那個 司法改革我實在是 沒有idea 你跟我上課好了 結果我聽了半個鐘了 我說算了算了 我還是 我還是聘你當法務部長 是是是 我要自己搞清楚 我沒辦法 OK 那太好了 我們 今天 這個司法問題 他就直接說 黃國昌就是 司法部長 昨天晚上一段對觀眾群說 叫我 我說我這個我不能干涉 可以啦可以啦 我跟他討論過 你信任這個人吧 沒問題啊 不啦 人是看他的 過去的 過去的這段時間做的事 我就覺得他是 他是很有 很激動 他跟我講 我說你不要那麼激動 他說為什麼壞人都不能抓起來 我說抓不完 我說我們要從制度改變 慢慢來 他就很激動 他說 為什麼壞人都不能把他抓起來 是是是 所以你認為黃國昌是個人才 對啊 其實他以前在立法院就知道 他一個就屌打全部 是是是 一個人 一個就夠了 一個人 100多的立委都沒他一個人搶了 對啊他一個就 就可以把 大家打得鼻聲嚴腫了 人們 有的 他也不想要 他就算了 他就算了 他就算了